现在是美国时间的早上8点44分 然后今天是8月23号 咱们美乡宝贝呢 看到她已经在地上吃竹子了 具体她什么时候开始吃的我不知道 因为我开始可以看到她的时候就是8点44分 然后大家看一下地上是有一个盆对不对 那个盆的话就是应该上面通常是会给放一些小零食的 应该是一般通常是水果粒 但是因为我看到视频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看不到就一看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坐在地上吃竹子了 然后这一次吃竹子是从8点44分 一直吃到8点54分 然后10分钟 她这个时候她去到她的那个小黑屋 好像她听到什么声音小黑屋里 好像是饲养员在叫她 你看她进去换一下她又出来了 然后就去到室外 咱们美乡宝贝可聪明了 超级可爱 然后感觉精神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现在是早上9点05分 她从室外又进来之后 就开始坐在这里吃 我就是从通过她看到她的画面开始计算 但是她什么时候开始吃 我依然是不太清楚 9点05分一直吃到 这一次吃到9点19分放下 然后开始睡觉了 这一次她吃了有14分钟 这就是一上午她吃竹子的画面 就大概吃了24分钟这一上午 然后今天下午的话呢 就是吃了下午吃的还算是比较久 等一下大家后面应该可以看得到 就是后面的那个下午的那个画面 总体今天整个 总体吃竹子的时间是有超过一个小时的 下午的话从回到室内 她就一直在地上先吃她的小饼干 大家看一下这时候她在变变 随后大家也能看到到 就是她有一些变变 但是今天种的变量 我观察到就是没有昨天多 可能昨天吃的也确实少了一些 昨天吃的不太多 大家看一下等一下画圈圈 大家能看得到 看画圈圈的一个地方 就是她的变变 然后变的变量没有昨天多 因为她昨天下午吃的也没有前天多 这个时候她回到室内 这是下午两点多 回到室内以后 她们给放了一些小饼干 用纸包起来了 我给大家放大看一下 那饼干还蛮多的 昨天给的饼干也多 然后两点十八分 她坐在这个地上 她有吃了一点点大叶子的竹子 随后她就又去到她小黑屋 也就吃了两分钟这一次 这就是两点多钟 然后她这一下午 基本上就是一直到三点零七分 她画面才开始睡觉 所以其实是她有在这个时间内 她有吃了将近一小时的竹子 现在是两点三十一分 大家看一下 她坐在这里又在吃竹子 吃这种大叶子 我今天发现这个大叶子的竹子 给的还挺多的 大家看一下 量挺大的其实 然后这一堆就给的都是 她平常以前吃的那种竹子 杆的话稍微比那个大叶子竹子 出一点点 然后叶子非常小的这种 美香宝贝 其实挺喜欢吃这种的 然后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留意到那个小床上 她睡那小床上也放了好像 像是竹子什么的 反正就给它剪短了之后 放在那 就可能让她等一下想去睡的时候 躺在那也可以吃一点 就我总体感觉 美香宝贝今天状态还是行的 比昨天要好一些 就是我个人的感觉 今天整体吃竹子时间 应该有个一个半小时吧